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曲 李宗盛 那 因為大家都做完了很多功課 所以我都覺得我們已經知道 翻轉教式、翻轉學習、翻轉教育都知道了 那翻轉的目的其實就是 要把課堂的時間真的空出來 因為你事實上沒有必要在課堂上去自在學 然後我講完了之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學的學問 我這時候實話我不知道 然後學生一天到晚 他會來問的問題是考卷上才告訴你自己的問題 可是那個跟真實的生命沒有太大相關 許而再多的選擇 也不可能處理高雄氣爆事件 所以我這個開法是 我們是教育的學習者、設計者 跟幫助學生學習的引領者 我們自己必須要一幅段的往前去學習 就像各位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做了這麼多的功課 我非常高興就是有蘭瑋老師加入 使得每一場我的人數就可以大幅下降 因為我往下做這樣的活動 我根本沒有辦法做 因為蘭老師差異太大 如果文科、英文科、歷史科、歷理科 大都在同一場裡面要講 不只能講究哪種東西 沒有辦法往下深入地說 那因為大家做了很多的苦工 所以我今天有帶禮物要送給大家 我帶了每人待會有一本大幅當教這本書 我帶了每人待會有一本大幅當教這本書 我帶了一本大幅當教這本書的教材 為什麼呢? 因為二十世紀最有趣的東西 一定不再是遺傳科學 而是大腦的認知科學、神經科學 那美國花應該不是美國而已喔 就是全世界花得非常大 有很多的錢 大家都想要搞清楚 使得人類可以在這個世界上 變得跟其他的物種不一樣 到底是什麼? 其實說出來的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的腦袋 對不對? 我覺得不太高興了 然後第一 我要這根線很像小狗 小狗 那裡有人想覺得 他對這時候一定要這樣 所以他超痛苦的 不能贏啊 這牢還可以抖 沒有剪刀的戲? 太好了 我自己沒有看 牢還可以抖 我想我變得贏了 他有點可怕 真的是太棒了 要擦在前面 所以我要想辦法站在牢 接受得到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可以打牆壁 再過來 我可以沒有很多 所以還好 就是大家都很想要知道 為什麼人類跟變成 我不會覺得 我不會有時候 因為想要再做一個 因為我原來做影片 做得很簡單 問題也比較 沒有那麼善情 我後來 為什麼要在那邊看 這樣子一定不會吸引人啊 第一 我不會像欣賢老師這樣 做笑話 他人生站起來 就比較有欺騙 然後我也不像那個 灰塵老師這樣子 出口 多不多那個 很漂亮的字 我也沒有 然後我也沒有那個 燕禮塵老師的美麗 對不對 然後再上去就什麼 他非常的 就是按照中山童的說法 就是帥 對不對 所以 唯一能做的事情 好像把它寫善情一點 好不好 為什麼人類可以成為 住在地球的霸主生物 我想 沒有人反對吧 我們是不是這個地球的霸主 對吧 很可怕對不對 對 一定是太可怕 欸 欸 欸 是不是這個 那大家都很想要 大眾小子知道 有哲學命題 什麼命題 大堆 可是 社會科學家都同意 那是因為我們有 很發達的腦袋 我們的腦袋 呃 不是全世界生物裡面最大的 不是嗎 因為如果體積比較大的 腦就會比較大 可是如果把 腦容量跟身體的體積拿來做一個比質的話 我們人類紀錄是最大的 好 而且在說的領長類裡面 不僅大 最大 而且還是大腦的性體質最大 欸 那我明明按照我的內容 好 那這張圖呢 就是在看那個 就是大腦的 大腦跟體重之間的那個關係 然後做的要多難的 我平常乖 如果我要跟學生的話 我會把這張圖貼到 貼到那個 小畫下去 然後全部把它改成中文 然後再貼到原料 可是我想我們在說都是理科老師 好 幾乎都是理科老師 所以我就 直接把一文放上來 就是 能坐標是平均體重 重坐標是腦的這個容量 那 你現在看到這個 有顏色的圖形 對不起 嗯 不對 對 我必要這個 我要他左右 OK 這個是 OK 好看的 太中間了 好 那 紅色點點 有顏色點點 就是這些生物都還活著 那這個 沒有顏色 就是事實上是一些化石 因為我們根據化石的大小 可以去推移他們的身體的那個 那個 重量 然後再用他的那個化石的能量 然後再去做這個筆記 那你可以看到人類很好 人類的體重沒有很大 可是我們的腦容量非常非常大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你想好容量最主要的藝術是什麼 為什麼人的腦袋會變這麼大 人為什麼你的腦袋會變這麼大 沒有生物都要生存下去 可是有些生物採取的特略是 我吃少一點對不對 對 我膽子快一點 我也可以生存下去 可是我們人類不是這樣 我們人類就是 如果只是為了生存下去的話 我們會變化石 我們會變蟑螂 只有蟑螂就不厲害啊 吃得很爽 然後環境很健康 很乾 很滑 對不對 那我們人類為什麼 腦袋會變自賣 為什麼 而且變這麼大之後 還可以反應到全世界 所以我們不管能住不能住的地方 我們都能住了 對不對 沙漠我們也可以住 我們累積安靜 我們都可以住了 所以說我們還可以改一艘 或什麼 搶大的潛水艇 然後進到深海裡面 雖然不能住在裡頭 可是我們可以去了解它 為什麼人的腦袋會變這麼大 影響它的主要理是什麼 可是人家也不知道啊 所以他們就拿各種可以分析的東西來分析 最後看到一張這樣子 對 社交組織的大小 決定了我們的腦力量 超越來越大的方向 而不是我們生活在多麼 變化多轉的環境當中 我們不是為了要在那個 惡劣環境當中活下來 所以腦子才變大 而是因為我的社交團體變大了 所有的腦袋必須要大 那這不是我說的嗎 這一張圖片 可以讓各位看到 這邊全部都是臉長輩 好 全部通通都是臉長輩 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 這個是那個 猴子 這個是人緣內衛的 那我們人在這裡 我們人在這裡 那這是社交族群的大小 就是你跟它可以應對 你跟它維持有社會關係的 那個社群的大小 現在當然超過這個 因為現在有Facebook對不對 我們通過Facebook 已經超過這個 可是在 在傳統的 原始的部落裡頭 我們的大概 部落大小 差不多是150個人左右 就是一個 那個 10 就是指數的 好 然後這邊是腦油量 這邊特別提到的是 我們是心皮質的 我們的腦袋其實 發育最多 最好的一個部位 是大腦的心皮質的地方 那我們在這張圖裡頭 是心皮質大概是 已經是別人的 四倍到五倍 那我們的社交族群的大小 大概是維持在 大腦學的時候 為什麼社交會使人 你的腦袋要變大 對 人家說得好 對 你說好了 就說太棒了 跟人家說得好 跟人家說得好 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對 你要記得他的長相 記得他的名字 記得他在家裡 記得他的動作 記得他這樣大一個 也是在表情的意思 對 然後說話聲 跟高地 還有指那個人 指那個人 跟其他人的關係 他還講到那句話 是真實的還是假的 還是我們兩個知道 我們正在打暗號 我們正在說我們的異語 跟別人不曉得 對不對 因為社交族群變大 我們要記得這麼多的東西 你要在這個族群群群 連援火下去 你一方面要維持 這個社交團體的和諧 你還要降低 彼此個體之間的衝突 所以這種複雜的人際關係 促使我們的腦袋變大 所以我們才有足夠的創造力 去面對這樣變化 然後我們很好奇 不是我講的 都通過是書裡面寫的 好 這是我觀察到的現象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有沒有覺得 我們學校教育 阻斷了社交道的學習力發展 還好吧 還好吧 對 對 可是我們大多數的時間 是受了小孩 是面對老師的 他們沒有什麼在社交 所以他們三個時間 就什麼都很困難 哈哈 就下課那十分 說得好棒喔 上課學校就受了那十分 對 我兒子就跟我講 因為我只有生一個小孩 然後他理解我不太乖 他說 蛤 到學校學那段七八糟 那麼你不要去學校 那麼我說媽媽你一定要讓我去學校 我一定會很乖的 可是你絕對 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我去學校 因為在家裡太無聊了 他去學校也不是在念書 他去學校也是跟同學交通學話說 那是他最大的快樂 然後我們的學生 為什麼要去同學班 你知道嗎 學校的學校 是越迷你了 因為在教師 在學校裡面 我們前段的他是有社交的管道 他一個 一天八個小時就一直在 我英文書學生 Please leave 不理馬學 對不對 他在學了一些科目 我們要不要來計算一下 從他們小一開始一直到開足球 就是高三畢業 我們讓他們在學校裡上課時間 有多少小時 我們就平均只好一天七小時 一個禮拜有五天 然後每一年大概上課 上課兩百天還兩百天 兩百天乘以七小時 再乘以十二年 沒有十二年 這次到K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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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多少小時 14800 14800 14800 還沒有 14800 14800 00 十二年 這事實上一定不是在七小時 我不知道 我學生可能還更多 對不對 那我們幾乎花了將近兩萬小時的時間 把這些孩子通通鎖在學校裡面 然後我跟他說 你現在的學習要完全違背 人類 大腦發育的過程 大腦演化的過程 他會覺得很誇張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學完了以後 到底多少東西還記得 對大部分的時間都記得 所以我剝奪了他的腦袋 正常的發育 把那個時間拿來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每次想到這一點 我就覺得很沮喪 就是為什麼我會嘗試要去做單轉 我常常做單轉 就是 就單轉在家裡面自己看 可是在教室裡面 你們要一直想話 你們要一直想話 然後你們要互相了解 你們要從別人那裡學習 在認知科學的研究裡面 發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人類根本就是 Learning from teaching 你學的目的就是 沒有機會的要去教別人 我想想看是嗎 會不會是這樣 小孩是不是 如果哪一個同學什麼都不會 他第一個都被你去告訴他 然後哪一個同學是在說 我就是那樣子 然後我現在發現不是這樣 應該會不會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奧利人士 可是我們卻讓他們沒有機會 可以做什麼來學 所以 那是一件有點 有點 不太正確的事 所以 我的看法是 我們 教得那麼久 我們真的好認真喔 我覺得能夠 花這麼多力氣啊 然後來想這些事情啊 我們一教的老師 都是非常大爸爸的老師 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去評估 學生其實學的是非常用上 那我們一定有問題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們先來看看 到底國際上 認為一個 在這個社會裡面 可以正常存活的人 他到底要有哪些素養 是透過教育之後 他應該要有素養 那 我很難過嘛 所以我總共只去看這兩個 一個是什麼 OECD 就是什麼 經濟發展主持 然後這個是聯合國的 科教文主持對不對 你看他提出來東西很有趣 我們先看這個 科教文主持 他說 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be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我們要做到這些 這是我們教育的目的 可是我們卻把它分割成 魔英文數學各種科目 然後學生去拿很多很多的事實 可是我也不知道這些學生到底怎麼懂的 真的說實話我不知道怎麼做的 因為我總將給他提馬 他怎麼懂的 我不曉得 對不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能力去做什麼事 那現在事實證明 我們大多數的人在事情發生的時候都說 那是我的事 那不是我的錯 那是別人的錯 我最近看那個 大家這樣吵來吵去 罵來罵去 然後 最可憐的 該解決的問題 那些在意的問題 從都沒有解決 都只是在說到底是誰的錯 那都沒有 都沒有Learning to do 所以不可能Learning什麼 就第一 不可能 這是很方便的事情 而且我們也從來不認為 我們跟別人會發生關係 可是事實證明 只要任何一個人 他在他的工作卡會上 沒有扮演好他的資分 他沒有去跟別人充分的合作 我們的身為結構就會成為大家的問題 然後這個 就是 你要能夠使用很多工具 彼此互相 就是 溝通 然後你要能夠跟不同性質的團體 可以互相接觸 互相溝通 然後你要能夠自發性的去做一些行為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非常不要像 它只是用不同的語音來學 因為你要能夠自發性的去產生行動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有能力 知道有能力去做 有能力成為 一定要成為的人 所以 這兩個在我看起來 他們其實 是告訴我們 我們沒有必要要學 不是說沒有必要 我們覺得物語化學這些事情都很重要 可是如果違反了這些 我們其實 都大可能不是我們正在想到的